新北市去年公告的地价调整幅度较往年为大 导致部分的土地所有权人地价税是聚增 新北市保留了缴税的弹性空间 凡是符合一定条件的民众可以申请延期缴纳 来税捐处缴费好头痛因为地价税聚增 新北市府看出民众缴税困难 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民众特别设立延期缴纳作业原则 你106年增加的税额比104年增加 比如说你是增加没有超过10万块的话 就可以申请延期缴纳一个月 那如果增加的税额是10万块以上到100万以下的话 就可以来申请延期缴纳两个月 那如果是增加税额增加了100万以上的话 就可以来申请延期缴纳三个月 凡是缴税金额增加3万块以上 并且增幅超过50%的民众 都能来申请延缴或分期缴纳 举例来说 如果地价税是从5万变成8万 两个条件都满足了就能申请 那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持有土地增加 或者是因为使用情形变更 纳税率不一样 那导致因纳税的增加状况是不适用的 那另外法人也是不适用 然后要记得的就是说 一定要在缴纳期限届满之前 就要来提出申请才可以适用 也要提醒民众 只有增加的部分才能延期 原价税额一样要照原时间缴交 而且一定要在缴纳期间提出延期申请 记者成名欢迎订去新闻市采访报导